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你的笑白倒數你的美日記上線囉! 現今天呢我們有一個特別來賓 他跟我每天哭很久了 因為我怎樣又怎樣 跟他剛做完這個牙齒的矯正 然後我們趕快現在把他帶出來 登~~歡迎Maki 耶~~ 欸我每次啊就是在玩你的IG的時候 都會看到就是你跟大家分享 你跟大家分享你的雙下巴 然後用了很多方法 然後你也會很大方的分享 就是說你想要把哪一個部位 變得更好的感覺 對!我連抽紙都問 這重點是他問觀眾耶 而且你知道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嗎? 你就說你不要抽你不要抽 我想說我就是來問大家的感想 但我要知道為什麼不要啊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觀念 就是自然就是美吧 現在已經2021年了吧 自然很棒 但是我還是會老化好嗎 可是你知道現在很多Youtuber 或現在甚至很多網紅網妹 他們是從22歲甚至更小 開始就是做一些禁膚雷射之類的東西了 而且我上次碰到一個婆婆 因為婆婆好像七八十歲 他說你們好幸福喔 在這個年代可以就是有這個醫美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你們好聰明 你們從小就有保養的觀念 我想說這個婆婆好開放 她應該是未來人吧 欸有人來勒 欸 哇 怎麼會那麼正 哇我的天 欸這一次都來了 那不然就是 那真醫師再給我幾秒鐘說的話 你就先站在我旁邊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反正就是呢我覺得 讓你自己變漂亮 或是把自己整體弄得非常有自信 我覺得是好的 那我可能現在很著重的就是 緊實 非常就是 緊實 內外都要緊實吧 對 欸這一次還在旁邊咧 哈哈哈哈 那我趕快跟這一次聊一下今天的主題 好 那我們現在要交給Maki 反正你大麻西山車也都自己來吧 哈哈哈哈 其實我上一次有來諮詢過一次醫生了 因為我之前有在其他地方也打過消止症 而且打不止一陣 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要三次以上才有效 那我一開始是覺得好像有效 可是後來 我看照片 發覺好像其實沒有差那麼多欸 我等一下可能會先判斷 因為說下巴通常有一個是皮比較鬆往下 那一個是真正是脂肪量比較多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是皮 因為我上一次消止針其實打到後面 他消腫得很快 我有一度覺得他是不是只是打身體時間水進去 因為就是消太快了 怎麼會是我脂肪真的變少了嗎 後來發現其實根本就沒有 而且其實在正熱之前 我有跟真正醫師討論過 其實有很多正熱過的病人 尤其是有下巴後腿的 比較容易會有雙下巴的問題 原本一開始我問了阿菜 就是我會覺得說是不是這邊是皮 我也在想是不是皮 可是這樣看感覺又好像 我跟妳說為什麼呢 最後還是來了米蘭這邊 然後找真醫師呢 是因為其實在這一段過程中 他已經試過所有的東西 譬如說減肥嗎 會不會影控 影控 運動 然後重點是喔 網路上有超級多那種 教你怎麼收創下巴 那種我也是天天都會這樣 那種的 好醜 算了算了算了 或者是就是買 我們之前我還特別買那個去的 對對對 就會逼臉的 所有東西我們都做過了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我們什麼都做過了 那我們就來問一下真醫師好了 OK 還是鬆 放鬆 好放鬆 其實脂肪的確是有厚度啦 就是這一塊 你幫我吞一下口水喔 對啊 脂肪厚度是有 所以針對脂肪部分處理 應該還是可以改善 退了一下脂肪部分好了 稍微 你放鬆就好 好 很緊張 對 這一塊 好酷喔 因為現在我這個雙下巴的困擾是 譬如說我自己拍照其實沒有問題 畢竟可以用角度去避掉這個雙下巴的部分 哇被別人拍真的是很慘 因為像我們的工作是需要在目前的 這一坨就會很尷尬 那目前醫生建議說我這樣子 目前這邊我們通常會用音波加強這一塊精實 然後這一塊可以可以用像消止針 或者是說像冷凍的部分去做改善 因為我發現好像酷素是最近才開始有雙下巴的探偷嘛 對 他們以前都是以身體的探偷為主 我有問題 那如果我們是小子女怎麼辦 我沒辦法 就是又打小子針又打酷素 就是我該怎麼辦呢 適一的話 適一以雙下巴來講 可以是消止針的限制比較少 因為它等於是這邊打一點這邊打一點 也許這邊集中 那如果說預算夠我們就二合一 中間整塊以酷素為主 旁邊也許用消止針 那如果你真的硬要選一個 但是消止針它比較彈性 如果是考量預算的話 可能就是以消止針為主會比較彈性 我也有問題 請問曾醫師 有聽過肝膽排斥? 那我想問兩邊的這個修復期 應該是說消止針總的人 真的也可以蠻總的 但是偶爾還是會遇到遊戲的人不太總 所以修復期差不會很多 只是一個是腫加預侵 一個是腫 可是像我這樣子要做幾次? 慌張我們看脂肪的變化 理論上的確兩三次是需要的 一次性的治療就是比較像是手術 對 可是手術的修復期跟風險就會比較高 那曾醫師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比較不良的消止針齁 會是長什麼樣子的? 就像他剛剛說 你要做到最誇張的 就無害的液體 它也是打針嗎? 因為像醫生這邊是用貝克指 可是我之前打的好像是甘德肩 是不一樣的 就是其實貝克指進來之前 台灣大部分的確是使用甘德肩 那就是我剛剛講是另外使用 但是因為大家都一直覺得其實有效果 會改善 所以其實打甘德肩改善的人也很多 可是因為我之前有遇過說 有些人他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有效 有可能打完之後其實可能就是一直都沒有效果 對 因為他的原理的確是讓細胞膜溶掉 可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脂肪細胞 就對這個反應就不好 好像牆壁 通常我自己今天是我覺得 比較柔軟的脂肪效果通常比較好 那我們的美女還沒來 還沒來了 唉唷 你們還要很冷喔 唉唷 我們剛剛就是在聊這個啦 那因為其實很多女生男生也是 我覺得他們會很想要問價錢 很想要問什麼 但通常他們得到回應是說 你可以來這邊諮詢 讓醫師看你其實是比較準確的 所以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系列的Youtube 就是因為米蘭這邊給我的資訊是非常正確的 除此之外呢 也藉由我的頻道 讓大家就是 再更了解一些你們想做的東西 而且AD是你隨便跟他開個頭 講一個東西 他可以馬上幫你講說 這是什麼什麼 他就說 我覺得你這個東西就先不要 你就是先用這個 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再看怎樣 所以我覺得你會得到我們大眾妹妹姊姊的喜愛 代表中年婦女的那個 我希望我跟你一樣大的時候 可以跟你一樣 可以 一輩子把你留在身邊 讓你永遠長生不老 唉唷 真的 好啦那Let's go啦 我們就趕快去看一下 馬西準備要做什麼事情啦 OK GO 好 好了現在呢馬西這邊不能動 只要看看他的手機 然後跟他講話他也不能笑 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他需要45分鐘做一邊 再45分鐘再做另外一邊 就等於說這一圈一圈會做到 就這樣放 是正常的時候你就會用這個感覺嗎 對 但我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真的手術完 可能神經沒有完全恢復 對 你發按是很激烈的 我整個過程都覺得很舒適 很乾淨 好 對啊 我躺在這上面會有緊張感 然後大家會不會覺得特別奇怪說 奇怪為什麼馬西卡消指針 會放在我的頂上 對啊 關大家解惑啊 阿燦又沒有什麼好消指的 我 因為有些地方他可能要瘦 就是你運動也一定瘦得到 那我也很想打 只是 我覺得他沒有舒眠我沒辦法打 因為我怕針 所以再想一下 沒有很重 沒有很重 裝不重啊 也終於 我居然完成了這整個療程 其實一整路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真的啊 很舒適 可能我們兩個哀痛的那種感覺不會 我覺得我下巴的耐痛能力 有因為之前手術修復的關係有增加 真的假的 因為剛剛在打的時候真的完全沒有感覺 欸 如果想說要那種動很大的手術女生 其實真的蠻厲害的 很大 因為你會不知道你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 OK啦 因為現在還沒有看到成果 那之後呢 會把成果放上去 三個月後可以去搜尋一下 我們馬西姊姊的IG啦 那就敬請期待了OK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 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掰掰 我們這樣子 mai 我們差不多了 會不會 等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